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的研究员宋丁接受媒体访问时指出 欧美经济在2009年和2012年陷入衰退时 东莞的经济上半年也曾出现低迷 但结果两次都在下半年把数字拉上来了 但由于国际经济贸易 国际经贸格局和东莞社会经济环境 这几年发生很大的变化 宋丁认为东莞若要在今年下半年通过努力来弥补上半年GDP的不足 难度很大就不可能了 东莞对外贸的过度依赖 主要的问题在于东莞过于单一的以传统制造业为中心的产业结构 以及对外贸的过度依赖 宋丁说这种经济模式使东莞在过去国际形势有利时能够持续稳健增长 但遭遇今年以来国际市场的大幅的波动 东莞就很难抵律 以致经济较大程度的失速 失速就是下来了 其实你聊东莞就等于是聊全中国了 它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作为全球重要的加工制造基地 东莞的外贸依存度比一般的城市高 在1995年一度达到了434% 即进出口总额是GDP的四倍多 简单来说 就是东莞每生产一块钱的产品 就进口和出口了四块多钱的原料和产品 充分显示其经济与国际经济联系的紧密程度 随着东莞在过去15年间持续推进产业结构转型 这个数字已在2022年下降到128% 但东莞仍是中国外贸依存度最高的城市之一 名列前三 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的执行会长彭彭认为 在当前的欧美贸易保护主义和脱钩的思潮兴起等背景下 东莞这个比率还是降得不够多 从目前的数据来看 东莞还没有走出困境 当局仍需对发展格局进行重新构建 以解决经济内生动力不足的问题 内生内循环 内循环你卖给谁 对吧 他说东莞需要加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思维和布局 中国就是因为在政治上不想让步 但是经济上呢又离不开人家 然后经济就下滑了 所以现在就推出一个双循环 甚至内循环这么一个说法 对吧 你开饭馆的 你天天你卖给自己人 你能卖多少饭 这不是扯淡吗 对吧 从国外市场转向以国内市场为主 国内穷的叮当乱响 这都是扯淡了 这都是给自己找个脸 找个脸 知道老外不来了 特别是粤港澳大湾区市场 官方的统计数字显示 东莞在2022年的总出口额为 9240.13亿元人民币 北美和欧洲国家占其中的39% 达3667.33亿元 像拉丁美洲这样的新兴市场 只占出口额的近5% 达460.39亿元 彭彭也认为 东莞必须拓展新兴市场 如非洲中东南美等 并想方设法恢复传统欧美市场 但强调走出去 需要决心耐心和时间 不是短期内能做到的 如果不够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